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熊猫君 在一些古装剧中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关于银针的剧情 比如说 这个有点血腥 再比如说 如果银针沾上毒就会变成黑色 那这个就非常的有意思了 只要将一根银针插入有毒的饭里面 或者水里面 银针就会变黑 那么这个操作到底可行吗 今天咱们来探索一下 这是一根跟随了我多年的银针 它本来的作用呢 如果是像我一样脸上长痘的人 肯定知道 今天我们就用它来试毒 我的面前是三杯无毒无害的纯净水 现在我把银针插进水里 它是不会有任何的反应的 不会变黑 只会变湿 那么接下来 我就要在这三杯纯净水里面 加入三种不同的毒药 杀虫剂 毒药 还有限制级的老鼠药 这里面毫无疑问 这个老鼠药的毒素是最强的 因为它可以破坏老鼠血液中的凝血 莓源的合成导致老鼠内脏出险而亡 但是农药和沙中剂的毒素也没差到哪去 物浮的话都是会造成人体中毒 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那么现在我要下毒了 这个老鼠药是一个红色的液体 这么鲜艳的颜色看着就很瘆人 老鼠药的毒已经下完了 这个颜色不得不说 非常的诡异 你看它这个有颜色的部分 是不会到最底下的 它最底下是透明的 这个是农药 咱们先从目测毒性最弱的杀虫剂开始 放入银针 好像没有变色 没有任何反应 拿出来看一下 银针的颜色没有任何变化 那么接下来咱们测试中间的农药 放入银针 好像也没有变化 因为这个水它是一个墨绿色的 透过这个水好像看不见颜色的变化 所以咱们数到三 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三 好吧 银针同样是没有变黑 看来银针在古装剧里面 用来扎人还是比较实用的 好吧 最后咱们再试一下 毒性最长的老鼠药 放入银针 哇 这个水就更浑浊 银针放进去根本就看不见 这个液体就很具有迷惑性了 看着好像不是很浑浊 但是银针放进去完全看不见了 好了 我们直接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好像也是没有任何变化 看一下 还是没有变色 哦 不对 这个针头真的变黑了 看到没有在最尖的尖上面 有点发灰 有点发蓝的感觉 看到没有 其他地方是没有变色的 但是这个针头真的变色了 这么说来的话 银针势毒真的确有其事啊 然呜 哎呦 你们 哈哈哈哈 哎 这段落了吗 落了 回头一定删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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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